我觉得其实中共在过几月前 当武汉的情况稍微受控制之后 它已经希望透过大外宣扭转对整件事的论述 所以先来日本的非冠状病毒 接着问是否美根传播 接着又传在法国 都是希望这样做 不过现在是失于算 因为随着疫情在欧美国家扩大 现在去到阶段 整个二百个国家受到影响 还有一些未知的测试技术 下落后非洲大陆中东 暂时未知问题严重怎样 现在二百多个国家 再加上现在应该数过百万人受感染 已经 我觉得问题相当与严重 成为一个所谓国际性灾难 亦再加上在过去这一星期出现了变化 就是有一些文化名人 知名人士 政治人物 地方的官员 国家的官员 都因感染而死亡 最新连英国首相都进入ICU 造成结果 大家都会更加有动机追究这个责任 所以现在大外宣 不但不能扭转病毒来源讨论 也不能掩饰北京当局 在十二月尾一月初意图掩饰疫情 继续无声平继续四万人聚会 最新数据也说 其实在疫情爆发后 有四十几万人曾去过美国 这也解释了美国到今年疫情扩大得那么快 所以我觉得现在面对的处境 大外宣的目标已经难以达到 现在要做的似乎更加要想想 怎样抵消国际社会追究责任这个浪潮 现在已经有些国家说要告中国政府 有些议员也会入了法案去追讨 有些人计算了条税要赔多少结果合理 我相信跟着下来改变不了论述之余 更加要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索偿 我觉得这个才是下一步要面对的问题 国内情况你若信它的话 你可以说现在的情况似乎都有少少改善 但是会不会有第二波再翻发 当人们涌去旅游点时会有第二波翻发 或者会不会又变成另一次的出口转内销呢 这个暂时都难以确定 我自己有朋友他知道他在武汉住 他知道武汉会开成 但是他都无打算回武汉住 因为既然过去都接近三个月住在东北 他觉得倒不如观望久一点 他自己在国内生活 他都不相信中央宣传 可想而知 这一次因为做到波及面那麽大 造成那麽大的破坏和损失 其实除了赔偿之外 也都肯定在疫情迟些舒缓了 就算是灰热了 或者说有疫苗了 之后 全世界对中国或中共政权的观感 会受到这件事影响 那你可以想像的 现在已经因为随着全球波及 而造成那些整个世界的航运 和这个产业链的推导 下一次就算能够恢复经济生产活动 肯定这些产业链就会重组 而重组一定会以惩罚中国 或者回避中国作为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议题 所以就算今日你说武汉明天会重新结束 开个石 或者说现在有宣传有某些地方 已经九成八复工率 八成复工率 但其他数字清楚 我们听所谓复工就说你可以上班 但都无公开 所以跟着下来产业链重组 更加有意识地改变过去二十多年 那种所谓去engage或者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 这种成为国际社会一份子这种意向 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 所以我相信中国最困难和最大的挑战 可能仍在迟一些当世界疫情慢慢换磨后才会见到 而今次见到肯定会对中国较为不利 我相信这才是问题 所以今日很多国内人士 我见到最不健康的就是他们以美国 那麽多人感染而尖尖自喜 甚至讲风凉说话 我觉得相当短短的事 亦都可以这样讲是中共那种洗脑和宣传 确实是令到中国人 是自己制造了很多给人另眼相安的借口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需要警惕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今次武汉肺炎所造成的问题 最坏的时刻仍然来到 就算你说未来短时间之内 几个月之后疫情真的缓磨都好 最坏的时刻会在缓磨之后的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我想这个一路都是它一贯的做法 有没有出奇的 不过其实我觉得 你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 当你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资讯 当你听到不同的消息 看到不同的资料之后 自然就比较容易分辨到 中国政府一路以来的谎言和虚假宣传 不过过去因为大家对于中国 还有一种所谓加入国际社会的幻想 也有很多想充分利用中国的产业结构 和在国际经济产业的优势 所以大家不影响到它 它就有你也不关它事就照做 但这种宽容慢慢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减退 我觉得其实中共那种对海外宣传 其实往往都是针对海外华侨来多 因为它们去到很多外国 都继续用微信都是用百度 事实上它们是很封闭的一个小圈子 而中共在海外所谓市馆的其中一个主要任务 就是联络以至维系那些海外华侨 游学生移民海外的华人 它在这方面过往相对比较成功 也有焦点比较明确 但如果你想将这种大外宣 是能够产生改变整体外国对中国观感的话 过去都不是特别成功 不过过往大家就不介意 你对着自己的人说 你骗他们他们又受你骗 就算了你骗到够了 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就对于这种行为感到愤怒 亦都因为这种行为你虽然骗不到其他人 但你骗到部分的海外华侨部分的学生 以部分的中国人的话 原来都已经可以足以构成全世界这么严重的损害 我觉得世界各地不会再容忍这种状况再发生 或起码会用一个较严厉的手段回应这些问题 再加上这次肯定要追究责任 大家都不会事件过去之后大家无事 继续玩这个游戏一定不会是这样 因为这次刚才你讲了 那么多人出事整个经济断断断了 或者美国现在处于熔断的处境 那么多文化政治文人出事 死那么多人美国说死20万人 现在已经死了2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件事肯定不会不了了之 所以我觉得大外孙以后不但不会骗到外国人 亦都不会换来他们过往对这些所谓中共式的宣传 宣传是作出一些所谓视而不见的态度 以后会有我较为严厉的手段回应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而中国本身事件之后它肯定会受一些政治攻击 因为刚才都说了你以为可以恢复复工 恢复生产但根本无公开 因为当世界各地整个经济一环扣一环 你无公开 跟着经过这次事件大家会重组它们的产业链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甚至有些刻意惊罚中国的动机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肯定会有一段时间 面对一个很困难的重整阶段 就算我觉得它现在是意图利用鼓吹国内消费 吹谷国内消费来维持产业结构也好 这个转型过程不会一朝一夕 因为中国是很大国家有很多穷人 所以我会相信面对的困难会很大 和更大的政策冲击在后面 所以近期都看到除了如何回应世界各地批评 如何回应劣质口罩一丝即碎防护衣 这些因素外 现在已讲如何应对海外负面宣传 华人受到歧视以至如何重组论述 就说我们中国社会一早已通知世卫 不是隐瞒 现在的讲法已不同了 不是再针对我们无隐瞒 而是我们一早已讲给他听 用很多不同方式将焦点转移 但我相信亦不会产生力运狂乱 同难于忌督的一种力量 肯定会有些后着跟着来 其实西方社会不同国家都有这些倾向 一方面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 也不是不知道他想隔入国际社会 改变国际秩序的阴谋 但每一个国家特别美国 或者特别英国很清楚 我们叫他British Exceptionist 肯定是觉得英国要例外 在处理欧洲事务是这样 在处理对华事务都是这样 所以你见到过去一年 当美国说要制裁华为 要打击华为 不要让它垄断五知市场过程 英国特别现在一位首相 以为有机可乘 可以利用英国例外主义 可以拿到一些好处 希望华为又帮它做到一些基建工作 但同时又可以压低个价 但他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国际社会孤立华为之下 它又可以有效地令到华为 不要过度干预影响英国人的生活 即是Johnson一直都有这种倾向心态 他在对欧事务对华事务都是这样 但他这次自己都进入ICU 你见到调子转得很快 由早几月才出一份报告 说无证据证明华为要有些间谍 涉及间谍事务 到现在一定考虑会讲到这样 一定会考虑停止华为 在英国基建工程参与 你见到转变真的很快 我觉得真不吉到肉不知诵 当你不上身时 你觉得你可以有办法套取更多利益 或可以有办法避免受到 中共这种操作方式损害 但到今天当你查理斯王子又感染 整个英国人最喜欢看的英超就无得看 跟着手上都进入ICU 我觉得这次真是针吉到肉 而整个英国国民保健计划 面对一个很大压力 说崩溃我说二十年 一直都未崩溃 但现在真的面临崩溃状态 我相信今次针是确实吉到肉 所以问题会更有后着 其实香港我自己相信 这次之后会变成一段很困难的时刻 因为第一方面香港都是过去那段时间 经济已经有明显下滑迹象 由旅游业受到很大压挤 现在很多人其实虽然失业率都未到四 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根本不够公开 我想就业不足率未来一季会高速上升 有很多人因为疫症关系而处于停工状态 停工后他无失业他停工 这个数字不反映失业率但实际上失业会大幅度降低 我认识一些服务业的朋友 他们根本过去一个月实际上失业跌了七八成 这是很普遍的事做饮食做旅游那些 基本上受到冲击很大 现在问题就是就算疫情过后 要重新启动这些行业令到它去回原本水平 都要经过一个很漫长时间 更何况经过这次后西方社会受到很大打击 他们的消费力会受到影响 香港是一个依赖国际金融活动 国际商贸以至物流而组成的经济 肯定会受到很大损害 国内过去是为香港社会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 如果国内经济都因为海外重组这个产业链而受到影响 香港不可能置身事外 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少的厂家 因为中国国内政策转变而觉得饭食艰难 经过这次后如果你说有什么产业结构的冲击 国内地方政府当然第一步首先保自己国内就业 保自己企业 因为他们本身除了经济的发动机之外 实际上也是官员收入的来源 他当然要保那些先 香港过度依赖中国而造成的经济单一化 后果就会在这次充分显现 所以我自己会估计香港可能我现在不知疫情何时会完 但我就当到今年年底前会稍为缓和 我觉得香港未来起码会有两三年的紧日子需要过 在这段时间内的失业率会持续上升 香港有很多行业需要重整 有些过去曾经风光过的 或者所谓陆大产业的部分可能会风光不在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合理的推断 如马尔 桑